这个下一个问题说 他说吃素 皈依已经好几年了 但是偶尔在梦中 会看到和吃到不该吃的东西 第一次感到很可怕 到时候会障碍自己临终大肆 而见不到弥陀 这个话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 这是说明习气很重 这不是你一个人问题 许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自己的修学功夫不够 敌不过习气 但是这种问题不必害怕 自己认真努力 坚持不要改变 时间久了 你才学几年佛吧 你要学到二十年三十年 不间断的自自然然就转过来 需要时间需要功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